大家好,欢迎您参加今天的线上会议,今天的题目是更年吸合绝晶激素治疗通过内分泌趋生的视角,我的名字是Lina。 首先,我要感谢亚培,谢谢你们的支持,让我们能够将这些新的网络研讨会进行计划和内容,完全由欧洲更年期和雄性激素协会EMS负责。 今天我们网络会是在Zoom主持,那么您在只听的模式,意味着您的麦克风会被静音,我们会从那儿接受任何噪音,欢迎您鼓励在Zoom面板上的聊天框内提交您的问题,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输入您的问题,我们也会在演讲结束后的缓解宣读问题。 本次活动提供同声传译,您可以选择俄语、汉语或葡萄牙语,您可以通过Zoom面板底部的口译小部件选择语言。 最后,我提醒您,我们正在录制今天的网络研讨会,并将在EMAS网站上您可以下载。 现在我想介绍我们的主席Angelica Hershberg教授和我们今天的发言人Sange Cara教授。 欢迎Hershberg教授,现在请您发言。 谢谢,我也想欢迎所有参加今天线上会议的朋友来共同呢,去讨论有关于更年期和绝经激素治疗通过内分泌的视角。 那么我也欢迎来自印度的Cara教授来为我们今天做讲说,谢谢。 很高兴在线上与世界各地的朋友见面,我们今天会谈到更年期和绝经激素治疗,那么通过内分泌医生的视角。 在内分泌医生,我们也会谈到更年期和绝经激素治疗的关系。 我们也会谈到更年期和绝经激素治疗,我们今天通过内分泌医生的视角。 我们如何来看更年期和绝静激素的治疗 我们把它视为一种机遇 让我们能够帮助妇女 也能够确保他们在逐渐老龄化的时候 能够获得健康 老龄化并不代表说 对不起我们现在看不见您的 这个PPT可以请您和我们分享您的屏幕吗 很抱歉打断您的说话 现在可以看见吗 是的 现在看得见 谢谢 非常感谢 很抱歉 那么刚才说了 在内分泌呢 我们把它视为一种荷尔蒙的疾病 荷尔蒙的不稳定 那么这些都是注意的 我们注意的问题 那内分泌的医生 我们对于如何健康的老龄化 我们有很多的不同的方法呢 能够来维持您的健康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 女性呢 在老化的时候并不是有一定的门槛 老化呢是跟你的内分泌有关系的 但除此以外呢 当我们看到一位女性 她呢 生殖周期的变化呢 是她的这个老化衰老的一个正常的部分 每一个女性呢 她的卵巢里有定的这个卵 大概有450个 那么每个月呢 她会排卵 也就是呢 她的荷尔蒙呢 是来自她的 主要的下丘脑 垂体和卵巢的激素之间的相互作用 来调节 到了47岁到50岁左右的时候 她的这个卵巢的功能会有很大的变化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看到了是下丘脑垂体和卵巢之间的相互作用 在欧洲大概51岁平均更年期 在亚洲呢 是47岁左右 所以我们也想了解 在您的国家平均进入更年期 是几岁 那么 作为一个内分泌的科的学生 这是很有意思的 内分泌呢 我们看到的主要是 来自呢 下丘脑垂体的反馈机制发生的重大改变 这些反馈的机制呢 是来自女性的生殖的系统 首先呢 LH是游到垂体前夜市放黄体生成素 还有FSH 软泡次激素 这两种激素与软潮受体结合 会发出雌激素和运酮 运激素释放的信号 在整个月经周期呢 会以波动的浓度释放 比如说 我们知道呢 有排卵 那么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调节 相互作用调节 排卵 那下一步骤是什么呢 所以这也代表了 对于女性 在女性的内分泌 什么是第三个 是个正面的反应 我们看到呢 软潮储备呢 它会自然的衰退 大概就是在青春期之后呢 一直到了更年期 那这种软潮储备的自然衰退 也是表示生殖能力的衰退 这是因为有雌激素分泌减少 所导致的 那么 雌激素分泌减少呢 会提高FSH 这些呢 都是我们生理的一个现象 但是因为这些生理的变化 会有一些症状 也会有一些信号 我们可以看到 那这些症状 在女性呢 会有产生什么样的障碍 或是桥梁 首先我们来看 通过M M代表呢 你的心情 以及你的认知 M 也是你的 这个 机械的 一些行动的症状 另外一个M呢 是你的骨骼 还有Metabolic M 是代谢 以及你的糖 值的 这个代谢 可能会导致你 获得罹患糖尿病 最后一个M 是malignancy 就是一些肿瘤 那么所以 我有 我没有 有M 是 更年期 还有你的心情 还有你的 你的排尿 还有你的 这个机械 你的运动的功能 你的骨骼 你的代谢 还有肿瘤 那么如果有低 这个雌激素 水平 这会导致呢 你需要 绝经的激素治疗 那么作为内分泌科医生 我们如何通过 激素的视角 来去看这个问题 我们看的不仅是软巢 而不仅只是看下丘鸟 下丘脑 或是垂体 我们会整体 来去看这个问题 那么作为内分泌科医生 或是副科医生 我们有责任 来去 治疗 这美丽的女性 女士 我们的目标 那在印度 第一位 非欧洲的医生呢 在一百多年前 他做了有关于 绝经激素治疗的障碍 和桥梁的研究 他说 女性呢 就像一只美丽的花朵 在更年期的时候 它枯萎 我们不要 让它枯萎 我们要帮它一起去克服 这些M 所带来的一些挑战 我们要确保 我们能够维持 这位经历更年期女性的美丽 当然 在我们在研究 花朵的时候 我们也会研究它的花瓣 它的 枝梗 以及它的 这个兽粉 那么 所以就说 在研究 更年期的时候呢 我们必须要采取一种 整体的 看法 整体的护理 你知道我们今天的主席 她是一个著名的 这个专家 在更年期的管理 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听听她的看法 但我们看到一位更年期的女性 我们如何提供她整体的护理 首先呢 我们要看 整个病因学 要看到 生理 以及心理的 这个健康问题 同时 还有 这个 慢性疾病 的护理 如果 比如说 一位病患 她有这个 热潮 那么 或者呢 她有 这个 骨骼的萎缩的问题 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治疗的 内分泌科医生 或者家庭医生 我们 没有办法独自的 单一的去治疗这位女性 女士 我们必须要结合 我们共同的知识 来去 为她提供治疗 我们知道像西方妇女 她们与亚洲妇女来比较的话 她们的 更年期的症状是不一样的 在某些文化里 如果你今天 进入这个 更年期的话呢 你反而呢 被社会尊重 你年长了 所以这些都是一些 生理以及心理的 一些因素 我们必须要提供这种 完整的 护理 同时我们除了看 她的 这个 我们还看她的骨骼 看她的关节 看她的肌肉 的一些变化 所以在治疗端点的 这个骨骼健康 我们也 会去看呢 她是否会有骨折 她是否呢 会比较脆弱 这些都是在治疗 更年期 更年期 决经时期的 这个健康 最需要考虑的 所以这个答案是 绝对是 这个 确定的 我们 如何能够提供 这种完整的护理 对于 更年期女性来说 至关重要 我们是否也应该 要提供完整的支持 给病患 给他们的家人 也给我们自己 所以我们必须 要去培训呢 相关的 这个技能 如果今天 在 更年期间 她 一位女性 她没有办法呢 去应对 排山倒海来的挑战 我们就要帮助她 所以病患的 培训 病患的教育 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 更年期的 治疗 那是 很复杂的 我问我的学生 什么是 耳朵的 更年期 治疗 他们 这个 不明白 不是说 你 耳朵 有病 你要 点 耳药 点 这个 药 意思说 耳朵的意思是说 你要 去仔细 倾听 对方 就像你自己 如果今天看医生的话 你希望医生也能够 这个 倾听 你的 需求 所以你必须要 发挥 同理心 你要去和你的 妇女病患呢 去沟通 就像 今天 你希望别人怎么样对待你 你也怎么样去对待别人 我们必须要发挥同理心 要关心 我们的 病患 同时我们要关心 他们的家人 那么要提供这样子 完整的护理 我们一定必须要以人为中心 我们要让她觉得 她能够掌握自己的生活 减少她生活当中不舒服的状况 那么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 我们来看下一个部分 也就是从内分泌的角度来看 更年期 一般来说都会有这个血管运动症状 身为这个内分泌的医师 我们要去看这个血管运动症状 究竟和他们的更年期有什么关系 但是呢 它其实不只是 雌激素低下的状况而已 还有可能有胰岛素抵抗的问题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女性呢 她很有可能是在糖尿病前期 那如果说她的生育年限少于30年 她患有糖尿病的几率会比较高 那如果说她的这个绝经期比较早发生 那么可能她罹患糖尿病的几率会增加 特别是如果她有这个潮热的现象的话 那么很有可能 她的这个糖尿病的风险就会增加 事实上呢 这个就是一个糖尿病前期的一个状况 换句话说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潮热的现象来 当做一个症状来判断 那其实男性的更年期也有类似的状况 如果是高股童比较低的男性 他之后呢 可能会有代谢的症状 以及更年期 那么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 从生理上来看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呢 如果我们能够在避免在这个更年期发生之前 我们看有没有潮热的现象 那么就可以避免这个他们之后罹患糖尿病的可能性 那么男性也是一样 如果我们可以将这个高股童呢 恢复到他应有的水准的话 那么其实也能够降低男性罹患 这个糖尿病的几率 那同样的对女性 那么如果说一个更年期的女性呢 我们可以给予绝经期激素治疗的话 那么从统计上来说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乙型糖尿病的几率 可以显著下降25%左右 所以呢 其实这个在预防糖尿病 降低糖尿病罹患几率 这个当然和压力管理啊 运动啊 饮食 其实呢 都有关 但是呢 我们往往过去 很少去思考 去调控 通过激素治疗来 这个 降低糖尿病发生的几率 其实 糖尿病它不会单独发生 我们有数据显示 这个激素治疗呢 可以降低 胰岛素抵抗 降低 乙型糖尿病的罹患率 那 那当然 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代谢症状 那我们要如何记得代谢症状呢 那包括了像是这个肥胖高血压 或者是脂肪肝 还有这个血脂症等等 那我们在说明这个 更年期或决静期的激素治疗的时候呢 其实 如果 可以给予决静期的激素治疗的话 其实就可以 降低 这个 胰岛素抵抗 增加胰岛素的敏感性 那 不管 这个您的病患 是否有糖尿病 前期 或者是其他代谢的症状 其实呢 现代的 激素治疗 还是 很有效的 那 它当然无法预防糖尿病 但是呢 我们要看其他的一些症状 例如说 血管运动症状等等 但是 整体而言 它是能够改善 这个 女性罹患 这个 乙性糖尿病的几率 那 如果说 我们可以 离患 给这个 罹患糖尿病 绝经妇女的症状治疗的话 那么 其实呢 我们可以使用 这个 绝经期的激素治疗 那么 当然 我们 会 希望呢 在 对于有 这个 糖尿病和 低心血管疾病风险 为绝经期 或刚绝经的妇女 我们可以 使用口服的激素 那 总而言之呢 我们必须要去思考 哪一种 这个 激素治疗 是最好的 那么不管如何 都应该使用 对糖代谢 影响最少的 孕激素 例如 黄体酮 去清黄体酮 或者是 筋皮的 缺糯 那 接下来谈谈 这个代谢症状 就是女性呢 一旦进入 更年期之后 她的这个 代谢症状的几率 就会增加 那 包括了 像是 这个 高血脂 或者是 这个 高血压 等等 那么当然其中一个重点呢 就是 胰岛素的抵抗 那另外呢 我们看到 还有一个 可以 可能会增加 代谢 应该说一个 代谢症状的 一个标记呢 就是 这个 刚才提到的 潮热 另外呢 还有一个现象 就是 卵巢早衰 那其实 在西方 在非洲 在印度 这个 代谢症状 其实呢 都 还蛮严重的 这个是我在 奈及利亚的 这个拉格斯 所做的一个 综合的研究 我们发现 这个 代谢症状呢 其实 她的 患病率 高达 69% 那 有非常多的女性 都有这个 代谢症状 为什么 在更年期之后 这个代谢症状会增加呢 就是因为 代谢 综合症会增加呢 就是因为 这个雌激素低下 那当然 我们看到的 是她的性状 那么在 英文里头呢 这个所谓的性状 就是所有外部的表征 那 基本上呢 就是说 她的 这个一个人 她的脂肪的分布 她的一个状况 是什么 例如说 她的腰围 她的腹部 的这个脂肪 有多少 她的内脏脂肪 有多少 她的皮下脂肪 有多少 那么 其实呢 有一些人 她们的这个脂肪状况呢 其实取决于 她的 这个 雌激素 换句话说呢 其实有一些人 她可能 基因的关系 所以她的 这个 内脏脂肪 比较少 但是呢 如果 有一些人 她的基因的关系 所以她很有可能 她的内脏脂肪 比较多 那么 这就会进一步的 造成心血管疾病 我们 刚才有提到 脂肪的一个状态 那如果说 可以给病患 雌激素的话 那么 我们就可以增加 高密度胆固醇 其实呢 在代谢的做法里头呢 要能够增加 高密度胆固醇 就是健康 好的胆固醇 不是那么容易 那其中一个做法呢 就是给予 这个绝晶期的 激素治疗 这个并不是说 直接给予 这个雌激素 但是呢 我们可能 第一线呢 就是 要通过 这个改善代谢来做 但是 其实我如果 我们把 提搭 提搏龙和这个 这个 这个 提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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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会降低 高密度胆固醇 换句话说 就是会降低 那么有一些女性呢,她其实呢,如果患有高肝有三指血症的话, 那么她们其实可以通过透皮脂肌素来治疗。 那另外呢,有些有代谢综合症的女性呢, 她们其实也可以来使用这个, 例如说维粉化的这个维粉化的这个孕激素, 或者呢,是这个去精的这个激素来治疗。 那所以呢,针对这个有代谢症的女性, 其实呢,我们是可以给予她们绝晶器的激素治疗。 我们要给予她们这方面的一个咨询。 那么刚才已经提到了代谢综合症, 还有糖尿病。 接下来来谈谈对于心血管的保护。 为什么我们要去管理这个糖尿病去降低代谢综合症呢? 这都和保护心血管有关。 那么其实激素治疗对于保护心血管非常的有用。 它可以保护内皮细胞抗血小板抗痒。 也同时呢,对于脂质友好。 那么一般来说,我们其实不用担心, 它会增加脑血管意外的风险。 事实上呢,有所谓的时间的假设。 那其实,它究竟是否会增加这个冠心病的几率呢? 其实我们做了一个前瞻性的队列进研究。 那么我们发现在接近更年期发生的时候, 还有呢,这个决定期10年之后, 我们看到使用磁激素或者是磁激素加孕激素的治疗, 都对于冠心病有预防的作用。 那如果是,例如说更年期10年之后, 我们再给予这个磁激素和孕激素, 那么就可能减少了它的这个保护的效果。 那但是即使如此, 从风险的角度来看, 使用激素治疗还是有它的好处。 如果说更年期开始4年内就来给予激素治疗的话, 其实对于女性非常的好。 那么特别是比较年轻的女性, 我们发现, 其实可以通过激素治疗来减少冠心病。 所以如果是在10年内, 或者是低于60岁的话, 那么其实呢, 你给予他们这个激素治疗, 其实改善了他们的生活质量, 同时也改善他们的健康。 而且其实这个也不只是关于这个改善生存, 还有心脏愈后而已。 如果说能够在绝今开始10年内给予激素治疗, 那么不仅能够预防心脏疾病, 其实整体的致死率也可以降低。 而且在统计上达到显著性。 如果我们看最上面这一行, 就是看到它的这个风险比值呢, 是在这个95%信心区间, 其实非常的高, 达到0.95。 那么换句话说, 中风会, 可能这个部分会减少, 但是静脉栓塞也会减少。 那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有提到说, 从内分泌的角度来说, 其实绝今治疗, 绝今激素治疗是一个机会之窗。 那这个是什么样子的意思呢? 首先,如果这位妇女她说, 她有血管动力症状, 那么她是不是心血管疾病的生物标记呢? 其实是的。 所以呢, 对我来说, 血管动力症状呢, 其实它是一个心血管疾病的生物标记。 如果说她是60岁以下, 或者是绝今10年内, 那么我不仅会把这个血管动力症状当作是一个标记, 同时我也会希望能够治疗她。 为什么要治疗呢? 因为要减少血管动力症状, 改善生活质量。 第二呢, 就是希望能够改善她的心脏健康。 所以说, 在这样子的一个病患, 她呢, 其实就有一个所谓的积会症状。 我们要利用这个积会症状, 减缓, 缓解她的症状, 然后呢, 给予这个代谢方面的优势。 那么我想, 可能, 如果您不是糖尿病方面的医师的话, 大家可能知道, 其实这些, 这个心血管疾病呢, 其实非常的重要。 要, 她的预防非常的重要。 我们要控制她的血糖。 那么, 当然也可以改善心脏血管方面的健康, 提高她的好, 她的整体的状况。 那么, 所以呢, 一方面可以缓解症状, 另一方面可以减少这个, 这个血糖, 同时也能够改善代谢。 那, 通过这个, 绝经期激素治疗, 其实有非常大的帮助。 那, 所以说, 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做法。 所以, 我们如何来看我们的病患呢? 通过呢, 绝经激素的治疗, 我们可以帮助我们的病患。 软潮功能下降, 核磁激素分泌减少呢, 与骨矿物质密度损失有关。 我们今天如果把女性呢, 看成一个美丽的花朵, 那我们当然要照顾到她的骨干。 而, 我们在青春期的时候呢, 我们的骨矿物质的密度呢, 会增加。 但是呢, 进入更年期的时候, 我们的骨矿物的质的密度呢, 会损失。 所以, 我们会看到呢, 她们会有骨质疏松症的这个问题。 所以, 我们如何能够防止骨质流失? 这是妇女呢, 在更年期和绝经后阶段的一个重要的关切。 我们也不断呢, 要减少她的合并症, 同时也要减少她的死亡, 降低她的死亡率。 所以, 我们看到呢, 在更年期间的时候, 女性的骨骼呢, 她是脆弱的。 那么, 这对于早期呢, 进入更年期的女性呢, 她们是骨质会受到严重的影响, 同时她们的血管运动呢, 也会有严重的影响。 所以我们要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确保呢, 我们来预防骨质疏松症, 以及评估这个骨折的风险。 那您可以做Dexa或是Frax, 来去测量它们的骨质密度。 最早的这个工具呢, 最早的这个工具呢, 是来自英国。 那么, 现在我们有Frax, 大家可以呢, 通过Frax, 来为他们测, 检测呢, 他们的骨质的密度。 那一旦呢, 那一旦呢, 有骨质疏松症的时候, 我们要如何去治疗。 大家不要忘记, 在绝经激素疗法呢, 治疗它是可以增加你的骨量的密度。 所以, 如果安全的来提供这个激素治疗, 你们可以改善这个病患的骨质的密度。 那么, 绝经激素的治疗呢, 在绝经后的骨质疏松症能够发挥作用。 但是, 如果你的病患呢, 没有办法接受这个骨质疏松症的治疗。 那么, 我们可以看到, 病患呢, 它很可能呢, 它是属于骨质的高风险群。 那么, 它可能就要接受不同的这个治疗, 包括绝经的激素治疗。 那么, 在印度呢, 我们的在这方面的研究, 跟EMAS也是很相似的。 当然呢, 如果今天你要去避免的骨质疏松, 那你有很多不同的做法。 比如说, 你可以改变你的生活方式。 你可以运动练习。 做阻力平衡和负重的练习。 你可以改善你的, 改变你的膳食等等。 那现在我们再进一步来去探讨这个机遇的这个概念。 如果有症状的妇女来看病, 她当然心情不好, 她非常焦虑。 那么, 请对这个症状的妇女使用激素的这个治疗呢, 是, 对她们来说是一个机会之窗。 那么, 我们同时也会去评估这个女性的病患呢。 她的矿物的密度, 她的这个骨折的发生率是否是高风险。 我们会帮助她, 然后呢, 接受治疗。 她的骨折的发生率会降低。 那主要是她是60岁以下, 是早期更年期的病患。 那么, 我们知道, 讲到更年期, 更年期可以从内分泌这个角度来去看。 如果我们再继续把女性比喻成一朵花, 我们希望这个花瓣是完整的。 我们不仅是要以医生的这种态度来去应对疾病, 我们要把它当成一个活生生的人。 因为我说了, 内分泌的科的治疗呢, 是来自耳朵。 你必须要仔细的聆听。 你必须要花时间去倾听你的病患, 他的症状, 他的困扰。 因为更年期也是, 除了是一种生理上的疾病, 它也是一个精神上的疾病。 我们大家都是有血有肉, 有情感的人。 我们必须要去关注他, 长期的持续的关注他。 那么更年期的困扰被定义为一种情绪的反应。 它是明显的持续的忧虑, 不适或沮丧。 那么这位女性她很焦虑, 她很无视, 她觉得被拒绝了, 她很沮丧。 因为她没有能力去应对这个疾病所带来的挑战。 这也是她认为她自己以为自己没有办法去承担。 她没有办法去应对更年期生活的挑战。 她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去应对生物医学和社会心理的需求, 以及更年期生活的挑战。 如果这位女士她现在的情感是非常的困扰, 她非常的不舒服, 她非常的悲哀。 她觉得她自己是没有办法, 没有能力去应对更年期的挑战的。 所以问题不仅是她在更年期她绝经了, 而是她的心理状态, 她的想法, 她的态度是出了问题。 所以我们能够做什么呢? 我们能够纠正她的这种心态, 她的想法, 我们可以强化她的能力。 这也是我们作为医生应该要做的。 我们要了解更年期所带来的焦虑以及困扰。 我们要搭起这个桥梁, 让她们能够通过绝经激素的治疗来克服这些障碍。 我们有在这方面不同的知识以及数据。 我们觉得如果今天这个女性她是适合接受绝经激素治疗的话, 我们应该要提供给她。 但是往往她们没有这方面的信息。 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纠正这个问题。 我们希望搭起桥梁。 公共大众往往的认为更年期后的健康不是那么的重要。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为这些妇女呢发出声音。 我们要支持她们,让大家能够了解更年期的治疗和其他的疾病治疗是平起平坐的。 不应该被歧视。 政策的制定者也必须要了解更年期女性在社会所发挥的作用。 应该要去推广以及支持在工作,在企业呢,在工作场所的更年期生活管理。 如果政策制定者能够聆听病患的需求。 往往病患她很恐惧。 她不愿意说出来自己心里的困扰。 但是我们作为医生,我们可以去聆听。 那么这是其实是很悲哀的。 因为我们,我们现在呢,在全世界,在印度呢,无论从药理学啊,或是从不同的地方。 我们是可以提供给这个更年期女性呢,她们相关的护理。 我们应该要看清楚的提供她们的所需要的护理。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要提供呢,这个不同的确精激素治疗法,我们可以提供呢,磁激素,我们可以提供孕激素。 不见得,我们需要呢,切除她的子宫。 有各种不同的口服的药。 比如说,磁激素呢,和这个孕激素,综合起来呢,也可以呢, 以这个步骤性的来提供这样子的治疗。 最后呢,我要跟大家分享这张幻灯片。 今天,我们如果要管理更年期,大家要记得呢, 我们不要过度的这个给予给妇女呢,药物。 我们可以建议呢,无症状的这个绝经前的妇女或结菌后呢,每三到六个月的时候呢,可以进行骨质矿物直密度的估计。 还有四级的预防。 我们要呢,抓住这个机会之窗。 我们要提供完整的全面的护理。 如起来呢,我们相信我们可以为我们的病患呢,提供健康。 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帮助她们。 请大家要想,妇女呢,她就像一朵美丽的花朵。 我们要继续让这朵花盛放,让她美丽、茁壮。 如此一来,我们能够提供最好的护理给所有的绝经前或绝经后的女性。 好的,谢谢。 非常感谢Clara医生。 我们现在进入问答的环节。 所以请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问答的板块来提出您的问题。 谢谢。 非常感谢您很精彩的这个介绍。 以及目前呢,在更年期的症状、治疗等等的问题。 我觉得刚才您的介绍非常的精彩。 一种完整的全面的提供更年期的护理。 我们看到在问答框里呢,有一些问题。 首先,我想听听看您说有关于更年期的年龄。 比如说在中国,平均更年期年龄是49岁。 墨西哥是47、48岁。 澳大利亚,尼日利亚,大概是50岁。 在瑞典,我来自瑞典,大概是51岁。 所以呢,绝经的年龄在全世界似乎是有所不同。 您可不可以就这个问题表达您的看法。 是的,我们处在一个变化很大的世界。 那么像全世界呢,进入青春期也比较早。 而更年期越来越晚。 如果你今天呢,有更好的营养,更好的健康。 污染也减少。 那么,所以会影响到您的这个发育的周期。 你会更早进入青春期,更晚的进入绝经期。 安托尼亚·贝拉,来自尼日利亚。 她也今天呢,她也写了一份相关的研究。 我想要提到她。 还有,我们也问了, 目前绝经的激素治疗在过去10年有经历很大的变化。 在瑞典大概90年代的时候, 50%的人用绝经激素治疗。 现在大约只有5%到6%。 这是跟全世界的情况呢,非常的不一样。 那么印度呢,是怎么样了? 我们这个部分呢,其实并没有这个数据。 但是呢,大概不到5%。 那就是有这个全身性的绝经期激素治疗的女性不到5%。 所以我相信其实在不同的国家的确有不同的状况。 但是我有看到来自挪威,她说大概有14%。 那因此,这个不同国家数据不同。 另外呢,有一些问题。 这边我们把这个问题先把它找出来。 这个医师,您可以看一下这个Q&A提问的这个部分。 好,是的。 这边有一个问题。 是Mohan Shino医师问的。 他是说,这个一般来说呢,有很多人不同的这个状况。 大家的使用这个绝经期激素治疗的状况不同。 这边有一个比较具体的问题。 就是我们是否会使用这个子二醇来治疗一位身体质量指数50, 糖尿病控制不佳,高血脂。 而且呢,有高血压在治疗。 他的Q风险分数是30。 那么还是会的,因为他还是会对于病患有帮助。 虽然说这些参数看起来都非常的不好。 但是呢,我相信这个病患他的生活质量很差。 那如果可以给他这个子激素或者是子二醇的话, 我们会发现他的这个生活质量会上升。 他会开始想要运动。 这个我可以保证。 所以换句话说,他会更愿意去照顾自己。 他对于自己身体的这个看法会改善。 而且最终的结果也会更好。 那通常呢,用这个激素治疗您可以进行这个咨询。 换句话说,您可以告诉他, 这个不是说一生都要使用激素治疗。 那么不管是透皮还是口服, 他可能这个七天之内我们不会看到他的效果。 但是我们可以给他几个月的这个治疗期间。 那么停止使用的这个指标呢, 他可能是血管动力症状改善。 有可能是认知情绪其实都会改善。 那么如果说能够在情绪和这个这个情绪方面, 认知方面有改善。 那么或许就可以暂停这个激素治疗。 如果你能够和病患来进行这方面的沟通, 其实是对大家都有好处的。 但是您认为说几个月的治疗, 它对于这个长期来说会有帮助吗? 针对这个病患来说呢, 我想取决于这个它究竟是否能够变得更快乐。 其实激素治疗能够改善它的情绪, 这个是我可以保证的。 那所以这其实就有一点像说你在治疗这个糖尿病, 在进行体重的管理的时候, 关键其实是它的这个动力。 那情绪还有认知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改善动力的一个关键。 所以呢,当然我们要先去看这些禁忌症。 但是呢,如果说有像是妇科啦, 或者是产科, 甚至是这个肿瘤方面的禁忌症, 当然就不能够用。 那我们当然知道在这个更年期的时候, 我们要给一个女性她的这个身体质量指数这么高, 高到50的话怎么办呢? 要怎么给她这个运动方面的建议呢? 其实我想一开始就可以把它, 请她多动。 那其实有三种不同的运动。 第一个呢, 就是要这个平衡, 还有这个弹力。 那所以先从平衡, 还有这个活动力弹性开始。 那再来才进行这个有氧运动。 有氧也有两种, 一个是高冲击, 一个是低冲击。 那么这个女性呢, 她当然不能够从事高冲击的运动。 高冲击的运动就是说, 有任何一个时刻, 双脚都离地, 她可以做的是低冲击的运动。 换句话说, 任何一个时刻, 都有一只脚是在地上, 她不见得是要很久。 她可以坐在椅子上面, 就来做这个低冲击的运动。 例如呢, 就是原地的这个原地的抬脚, 原地的这个原地踏步。 那如果说这种低冲击的运动, 可以先开始, 让它先开始动起来, 其实是有好处的。 那么这个阻力运动呢, 你不是说一定要举这个20公斤的哑铃。 你可能可以两公斤就好, 你在家里头没有哑铃。 但是还有很多东西可以使用。 可能就是一颗南瓜也行, 或者是您等一下要烤的这个火鸡。 其实只要家里有的东西就可以, 不一定要有哑铃。 把这样的这个做法解释给您的病患听。 那或许呢, 这个病患呢, 他可能以前呢, 喜欢跳民族舞蹈。 那么就请他来跳民族舞蹈, 让他开始动起来。 好, 谢谢。 那么这边还有更多的问题。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可以提出哪一些问题。 非常高兴能够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来提问。 有来自, 我知道有来自非洲的, 有来自东南亚的。 好, 还有一个问题。 那么这个病患呢, 如果说他有骨质疏松症的话, 那么可不可以进行这个激素治疗呢? 那如果是60岁以后, 还可以使用这个双磷酸盐吗? 可能会有这个副作用。 那么这个骨质疏松症呢, 其实针对这个部分来说, 我们第一个选择呢, 就是可以使用这个双磷酸盐, 或者是一个类固醇的药物。 那么其实我们也有一些药物可以使用。 另外一个是Telipetitide这个药物。 那这些都是这个类固醇的药物。 两个没有, 这些同化药物都是可用的。 但是呢, 我想最好的呢, 就是口服的。 每天都可以口服的, 或者是每周一次的口服的, 或者是一年使用。 那么在印度都可以使用。 那我们可以做序列的治疗。 换句话说, 这个连续两, 连头两年使用同化药物。 那么之后呢, 我可能用其他的药物来避免这个副作用。 那么不管是什么做法。 那么我的病患, 他假设有血管动力症状的话, 我们都可以加上吸塑治疗。 但是他不会是主线的治疗, 来治疗骨质疏中症。 但是如果说有些是早期的更年期, 我们就不会推荐这个双银酸炎,对吧。 除非他有这个股质疏中症的话, 他的这个分数是低于2.5, 那我们才会使用。 那他, 我们可以使用双银酸炎, 或者是同化药物。 但是我们可以先用这个同化药物, 先用两年, 再用双银酸炎。 这个是这个有顺序的。 但是这个重点呢, 是在于他必须要有这个骨质疏松症, 或者是我们的确看到有骨裂的状况。 那举例来说, 有一些女性, 她如果是生育年龄, 那我们会去建议使用这个雌激素治疗。 我同意。 我知道您这个部分的问题是什么。 那我想这个是跟我们的用词有关。 那么如果说她的是这个卵巢早衰的话, 那么的确应该使用绝经期的激素治疗。 如果说这个病患她有早卵巢早衰的话, 那么会持续的给予她这个绝经期激素治疗, 直到发生更年期为止。 那么可能在不同的国家年纪不一样。 那么这边也是一个类似的问题。 那么非常感谢您的这个报告。 那么是不是说, 血经期激素治疗对于改善有骨质疏松症, 然后骨质密度比较低的女性呢? 她是唯一有效的治疗方法呢? 很不好意思。 如果大家误会是这个样子, 那就不对了。 因为呢, 其实刚才提到童话有, 我们刚才谈的, 然后呢, 还有刚才提到的双磷酸盐。 那么除此之外, 你还可以再加上这个绝经期激素治疗。 那么如果有需要的话, 如果说她没有办法耐受, 这一个部分的, 这个双磷酸盐的话, 那么可能就停迟。 那么特别是如果病患, 她有这个血管动力症状, 是吗? 对,如果她有血管动力症状, 我知道有很多这个同事呢, 他们刚刚都登入来参与。 如果您的病患呢, 有这个血管动力症状的话, 请不要忽略他们把这个视为, 是一个这个糖尿病前期的一个状况。 她其实呢, 就是有血管的问题了。 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 这个很有可能会跌倒, 或者是骨裂, 或者是这个的一个标记。 所以呢, 好好的抓住这个机会之窗。 因为如果我们要针对血管动力症状, 来施予这个磁激素的话, 你们就可以问她, 可以的话, 可以咨询她, 其实告诉她说, 还可以避免其他的一些状况。 那, 这个不要以为说, 绝经期激素治疗呢, 就不用让病患去找这个心脏科医师, 或者是不用这个测血糖, 还是要。 但是呢, 在给予激素治疗的时候, 你不用害怕。 如果你是这个复科医师, 你不用担心说, 好像给予这个激素治疗会伤害她一样, 是不用的。 那么对于一个一般的病患来说, 假设呢, 他有这个绝经期的症状, 那您针对这个部分激素治疗会有多久呢?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因为是病患而有所不同。 一般来说, 我们会先针对症状来治疗, 所以或许六个月, 一年, 那如果到时候呢, 病患这个症状缓解了, 他的骨头肌肉更强壮了。 那就算他有这个骨质疏松症, 那或许呢, 他现在呢, 呃, 变成这个指数是2.6。 那么, 你可能就会觉得说, 他这个, 呃, 骨头呢, 变得比较脆弱。 如果说病患比较, 状况比较好, 例如说你假设, 在这个德国呢, 你时速开, 这个每小时120, 那你这个时候, 你会去换党吗? 不会嘛, 你会持续的用120速度来开。 换句话说, 你的这个治疗方法, 还是会持续的进行, 但是呢, 这个, 不可能永久的来使用激素治疗, 所以通常是到60岁停止, 或者是,呃, 更年期发生10年之内。 那假设有病患, 他不想停止激素治疗, 你有没有碰过呢? 有, 有很多, 特别是在印度北部, 很多这个受教育, 教育水准水平比较高的, 女性, 或者是说, 她是在, 这个,呃, 有公共生活的女性, 她在美光都底下, 那你, 她不想停止怎么办呢? 我就会请她去找这个复科医师, 或许呢, 我身为内分泌科的医师和复科医师, 我们会一起会诊, 来给予她更好的一些建议。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担心的, 假设她是一个65岁的人, 她可能做得很好, 但是我身为内分泌科医师, 我对于她身体, 例如说, 特别是她的,呃, 呃, 呃, 乳房里头的状况, 我不敢确定是什么状况, 所以要去进行检查, 妇科医师说没有问题, 我们才会继续的进行激素治疗。 好, 那我们要怎么样子给予这个激素治疗呢? 是她一天有一次的潮热, 还是一天五次, 还是二十次, 就是要多少次才可以她激素治疗呢? 其实我们要问这个女性, 如果说很严重, 那就让我们来,呃, 来开这个激素治疗的处方。 那其实看这个妇女, 那假设呢, 不是非常的严重, 那但是你还要看她的认知状况, 认知功能, 你什么时候会有这个潮热? 那其实这个就是,呃, 跟管理有关,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做一个鱼骨治疗, 什么叫鱼骨检测呢? 就是说,如果呢, 你这个有潮热, 上个礼拜有十次, 那你可以做这个日记来记录, 这十次的潮热里头, 那么例如说有七次都是早上九点, 或者是下午五点, 那那时候你在做什么呢? 你要正要去上班, 然后呢,压力很大, 你觉得说我可能会迟到, 如果我迟到, 我就可能没有办法做,呃, 相关的这个工作, 可能那天就没有办法赚钱了, 所以呢, 可能可以提早二十五分钟来治疗。 如果我今天淋浴, 然后冷水浴的话, 我出来了, 那我又热了, 所以这些都是必须要记录下来的, 就是你什么时候有热潮, 还有人问, 那么, 这会影响到呢? 就是这些症状, 如何影响到我们的, 生活的质量。 看看还有没有时间再提问。 真的很高兴看到来自俄罗斯, 乌克兰, 这么多不同国家的人, 很高兴在线上和你们互动。 现在, 有人问, Metforming, 就是二甲双瓜。 你们在治疗的时候, 会用这个药吗? Metforming。 Metforming, 只有呢, 如果病患有糖尿病, 或者他是有, 这个前糖尿病, 还有肥胖症, 抽烟, 家庭病史, 糖尿病的病史, 不然我们不会去这个处方, Metforming。 还有那, 那就是有糖尿病的, 或是, 糖尿病前期的。 好的, 还有很多问题。 如果您可以留下留久一点的话, 我们可以再问一些问题吗? 我愿意, 也很高兴看到来自中国, 亚美尼亚的朋友, 真的很高兴能够在线上和大家聚集一堂, 还可以见到Angelica, 我也感觉很好。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 那么, 如果用这个雄性激素呢, 来去治疗。 是的, 我以前也有用这个, 早期的时候也用雄性激素。 那么, 在印度我们是注射这个雌性激素, 还有这个雄性激素。 现在我很少用了, 可能一年两次吧, 因为很贵。 那么哪一些病患, 我会用小量的雄性激素呢? 让我来描述给你听。 我现在提供给大家的是雄性激素。 所以没有呢, 孕激素在里面。 那如果, 他没有呢, 这个子宫, 他如果没有子宫问题的话, 我会给他注射。 没有孕激素, 只有雄性激素。 那么如果没有这个, 子宫的问题的话, 我就会, 这个注射雄性激素。 可能一个月, 或是每三个月, 注射雄性激素。 这样热潮呢, 会减少。 他的性欲呢, 也会上, 也会增加。 他的心情会变得比较好。 很多人呢, 他们会, 就丧失性欲, 在更年期的情间。 所以呢, 我们要, 我们一定要提高他的性欲, 维持一定的和谐。 比较年轻的女性会有这些问题。 可能是他们的这个软潮不足的, 这个问题, 或者他们子宫切除了。 如果开始呢, 给三十二岁, 三十五岁的这个雄性激素的话, 他不会停的。 他未来十年, 会, 那我觉得这是, 那我觉得这是, 有, 这个, 过度, 这个雄性激素的, 这样子疾病。 我觉得这是很危险的。 但是我偶尔呢, 会注射雄性激素。 比如说, 他丧失性欲。 他也没有这个子宫的问题。 那么不同地区的女性状况不一样。 例如说, 在欧洲呢, 我们其实并没有这方面的这个雄性激素的治疗。 那, 但是呢, 这样子的一个注射, 不晓得您知不知道它的高固酮, 它的这个最高的水平大概是多少。 您, 你们的目标是什么呢? 它是50毫克。 那, 所以就剂量来说, 大概就是一般来说, 我们在这个青少年的这个青春期的这个剂量的一半。 但是从一个国际的一个水平来说, 如果你要使用的话, 怎么用呢? 你可以使用可注射的高固酮, 例如说给男性的。 那, 但是呢, 这个剂量很高。 你可以用这个一个胶囊, 40毫克, 40毫克的胶囊, 在大部分男性呢, 我们大概一天要吃三到四颗。 那么女性呢, 可能一天一颗, 或者是每两天一颗。 那, 这个其实胶囊呢, 是最安全的。 那, 男性呢, 一天是5毫克。 那么女性呢, 可能是一半而已, 每两天。 那, 但是呢, 这个要和病患来清楚的沟通。 而且呢, 我个人没有办法去想像其他的一些这个症状。 其他的适应症, 大概就是性率降低吧。 那么的确, 这个是唯一的一个适应症。 我知道有很多的问题。 我的建议是说, 要先把这些讨论记录下来, 要和病患讨论, 把讨论记录下来。 另外呢, 就是要有一些警训。 举例来说, 假设呢, 这个女性有一些出现了其他的症状, 就要立即停止。 那, 那么每一个人不一样。 有一些妇女可能, 呃, 他们可能对于这个和男性和她的丈夫之间的这个性生活依然很好。 那么他们就不会拒绝。 好, 我们可能可以再回答两个问题。 一个25岁的女性, 她因为这个化疗的, 因为这个放射治疗的关系, 所以呢, 呃, 有这个。 我们先要看她有没有这个子宫。 如果她的子宫是没有问题的话。 那么, 可能就是呃, 刺激素加云激素。 那可能会是个周期性的一个治疗。 因爲她很年轻。 所以呢, 如果说她没有子宫的话。 那妈, 其实刺激素可以是透皮的, 或者是口服的。 那么在印度呢, 我们有这种透皮的。 但是呢, 它非常的贵, 比口服还会五到十倍。 所以呢我们会基于成本来给予不同的治疗方法 那么在欧洲呢我们看到有看到越来越多使用透皮的激素治疗 那么对于这个男性的更年期也有同样的状况 现在呢的确我们朝向这个透皮治疗 但是呢这个依然要去看成本 例如说尼茨利亚或者是秘鲁都有这样子的一个考量 好我们现在回答最后一个问题 那这个呢是有关于 这个如果有禁忌症的话 那例如说有乳癌那怎么样子来进行这个绝经期治疗呢 想请问SNRI最好的SNRI是什么呢 那我们其实我个人呢是Belkriti这个药物 那我告诉大家为什么 那因为呢我自己的母亲很喜欢 那么他已经20岁了80岁了 那么 这个是我最常用的药物 那么您有使用 您可以取得什么药物就使用什么 Diloxetine可以 Certalin 还有Periodoxetine Diloxetine呢一般来说它是一个胶囊 你没有一个没有办法去把它弄一半 但是呢如果是要定的话你可以切一半 那要小心这个上瘾的现象 所以从最低剂量开始 那而且要告诉他说这是一个马拉松是长跑 所以呢给他一个礼拜的时间 而且还要谈谈政治功能的一个治疗 可以做这个日记的记录 那么重新去分配这个生活里头的压力 假设他是这个家庭主妇 或者是他是上班的妇女 其实呢可能早上八九点或晚上九点的时候 才出现这个症状 那让家人来协助分担家务 那这样子就能够改善缓解他的一个症状 而且这样子状况会改善 如果要使用HP这另外一个药物的话 那么要他可能会比较容易试睡 可能会这个有这个便秘的现象 那总而言之要做一个非常全面的考量 所以我自己最喜欢的就是Paradoxic跟Insertogen 因为不同的药物其实它的有效率呢 没有很大的差别 其实呢我们现在说的 在印度我们称为VAT 就是有附加价值的治疗 就像这个增值税一样 这是一种增值的治疗 今天呢 治疗它的增值附加价值呢 是你如何和你的病患沟通 这才会呢决定这个药会不会有用 我完全同意您的说法 我想我们现在必须要停止了 我想向您问一个问题 已经您是否和我们分享 在过去十几年里 您对于这个绝晶激素治疗法 是否有更有信心呢 你现在呢会这个处方 雌性激素啊 如果跟十几年前比较的话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尽管我们已经用了好几十年 雪晶激素治疗从五十年代开始 但是依然还有一些问题 我们没有答案 因为 雌激素是非常有效率的 来去治疗更年期的症状 但是潜在的一些风险 我们现在还没有百分之百的掌握 因为我们知道 用多久 用什么样的药 它的雌激素 用多久 雌激素的这个组合 还是这个通过皮质 那么会不会导致呢 乳腺癌 最重要的是 我们现在看到 大家呢是使用一些预防性的治疗 今天我们讲的是治疗症状 过去几年呢 治疗症状 这对很多女性来说是很有意义的 带来了利益 所以我想 应该是现在更有信心了 但我还是没有 就是所有问题的答案 好的 再次感谢 凯拉教授 谢谢您很精彩的介绍 也感谢呢 您回答这么多的问题 我们看到呢 在平台上好多人 踊跃的问题 提出问题 所以我们相信 他们都非常感谢呢 您今天在线上的演讲 我也要感谢所有的与会者 谢谢你们踊跃的参加 今天的线上研讨会 现在我们必须要这个宣布会议的停止了 结束了 好的 谢谢 祝大家呢 幸福健康 谢谢 好的 我们现在宣布线上研讨会 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所有的与会者 祝大家有个美好的晚上 谢谢 谢谢